民政党主席劳斯林马秀强今天促请警方严厉对付所有破坏国家和谐的人士或机构 因为要建立繁荣与和谐需要很多年 但要摧毁和谐只需要一瞬间 马秀强强调不管是国阵还是反对党的支持者 也不管是黄一还是红一人 只要给国家带来动乱就该被对付 马秀强也呼吁国内所有政党和民政党一起 努力打造中庸的马来西亚 马秀强接着还在大会上抢先宣布了 该党打算在第十四届大选委派出战雪兰娥一国四州的准候选人 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布大选候选人的政党 马秀强宣布该党水州主席洪敬达将在来届大选上阵普总国会议席 州议席方面各大阿南沙将由党副主席柯西南出战 莲花院的候选人则依旧是民青团组织秘书刘博文 党副议长塞阿都拉萨将被委派出征五级兰璋 而民青团法律局主任蔡高婷则上阵五级加薪 这个是民政党的团队 我相信他们是代表马来西亚 所以一个票给民政党 等于是给一个多元中庸的党 不过马秀强指出这些候选人必须在三到六个月内努力工作 并将定期接受评估没有表现的人将会被除名 此外马秀强也证实 民政在来届大选将和马华交换至少一个选区 目前已经确认该党会用彭亨丹纳拉达州议席 交换马华的彭亨吉达里州议席 他也表示该党将向我的人民进步党 争取回元属该党的哥打阿南沙州议席 除此之外 马秀强也在演讲中火力大开批评反对党 他炮轰槟城和雪州政府批准开垦活动 破坏环境生态 而且默许州内的房价飙涨 导致人们买不起房子 生活素质下降 马秀强说民政党一直都在监督两州政府 为人民的利益斗争 NTV7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